看完上一个空间之后呢 接下来带大家到北投的郊区 来欣赏这样一个度假的空间 因为我们知道呢 其实屋主一家四口住在这里 他们要营造的就是一种 外国度假的feel 所以我们要问一下静雅了 这个空间当初屋主就拿来纯度假用 对 其实它在别的地方 还有其他的房子可以使用嘛 那它单纯是喜欢这里的一个环境氛围 然后基本上它很安静 然后对 空间的屏数又够大 所以它希望把这里当成就是一个 可能周末假日啊 一个比较休闲度假的一个空间 对 我们知道其实上下两层 加起来是80平 然后你完全帮它营造出 自然简朴的风格 对 因为其实在这个空间里面啊 它有很多的阳台 露台 然后它可以跟外面自然很接近 所以在我们的设计规划上 也是走比较自然的一个风格 那我们希望说这样的一个设计呢 可以让屋主有一份很纯真的一个感动 对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待会带大家 仔细地把每一个空间都看过之后 你就会发现 它完全没有浪费这里很优越的条件 就是采光真的非常的好 然后有非常多落地的窗户 然后甚至做了一些很细腻的处理 对 对 最难的地方 这一间最难的地方在哪 其实就是它整个空间的一个串联 对 我希望空间看起来开阔 然后又不要有太多的一个障碍物 然后能够让空间呈现它每个空间 自己独特的一个特色 对 所以我知道你在空间规划上 费了很大的心血 对不对 待会带大家一一一的来看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也请进来带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客厅 可以感觉到整个是非常明亮 而且格局方正 我觉得最主要 整个电竞场的设计加了不少分 对 其实在电竞场的一个想法上 我们需要让它呈现一个大气的感觉 所以我们用了一些虚实 然后线条的一个设计方法 好 来做一个呈现 那像我们在它的左手边 它有一个比较虚的一个展示柜 那所以为了让它比例上的一个协调呢 所以在右手边呢 我们用了一个它的一个设备柜的一个收纳 对 所以说其实可能因为你手法的运用得宜 所以你可以感觉到整个电竞场 它虽然很干净 但是它同样也具有美观的效果 然后呢 你再看看 你在帮它搭配的软件沙发上 其实也很用心 对 因为我们放了这个L型的沙发 那基本上就是让它感觉比较收拾的 比较度假的一个氛围 对 因为它要营造的就是 我来这边 我就是要度假 对 我就是要放松 所以其实在软件搭配上 包括我们的桌子 也尽量是选择质感比较直朴的 对 比较自然的 对 那呈现它整个空间的一个氛围 所以其实整个客厅就成就出一种 比较自然度假舒适的感觉 好 在餐厅这边呢 我们知道其实静雅也帮屋主做了空间 重新的围画 对 那原来在我们餐桌后面呢 它是一个隔墙 那我们为了让空间看起来呢 更有穿透感 更开阔 所以呢我们就是把原来餐厅的地方呢 移到了沙发后面这个位置来 让它整个呢 感觉是更穿透的 然后空间是更开阔的 开放的感觉就来了 那到这边我不得不说 这边其实它应该算是一个多功能的桌子 对不对 可以餐桌使用 还可以全家坐在一起阅读 其实屋主员的想法是说 除了可能平常的用餐时间外呢 它希望这里呢 可以营造出一个 就是全家人在这边一起阅读的一个空间 所以我们在这个材质的选择上呢 是让它感觉比较自然的 比较舒服的 然后包括我们后面的这个展示柜 对 那其实它还是一个多功能 它除了展示功能呢 它也可以当书柜 然后包括我们旁边这个收纳的功能 那在这个收纳功能里面呢 我们用了雷射的雕刻板 那这个图腾它是有点树枝的图案 那所以呢 我们需要呈现的是 比较自然原始 有点像森林的感觉 对 因为我看到你搭配的颜色 其实它就是一个很简单 然后不会让你觉得过于滑丽 因为你要放松 你要呈现这个感觉 对 而且我不得不说 我看到上面它有圆弧的处理手法 其实这个圆弧是因为 在这个书柜上有一支梁 那我们为了把这个梁做一个 视觉上的修饰 对 所以我们在梁顺 都用了有一点半圆弧的效果 去呈现它这个空间的感觉 所以难怪坐在这里 不会觉得有压迫感 因为如果有一支梁突出来了 不舒服 对不对 然后再往我后头一看 我看到这个餐厨区 你也会觉得很放松很舒服 是因为渡完那个吧台的关系吗 对 其实我们把它定义成 就是一个70区的一个小吧台 对 就是說 如果你平常用餐简单的时候 可以其实坐在那边 所以你整个餐厨区 其实你的概念就在于 既然它是度假 所以我们可能很多考量 你就要想到 我们不一定 我们可能有时候是在外面 吃完饭才进来 所以这边就不能 单纯做餐桌使用 对不对 整个空间的想法 出发点就在于 对 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要休闲一点 对 就是营造它 比较休闲 比较放松 这样度假的一个心情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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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